您觉得美国是敌还是有 如果说我们不想死的话 我们就要向最优秀的人学习 即使人家反对我 我也要向他学习 不然我怎么能先进呢 美国制裁我 也只是少数的意见 不代表全美国人民 也不代表美国的契猎 我们还是真诚地 给美国契猎加强活着 华为生成下来的唯一措施 就是向一切先进的老师们学习 我们应该认真向他们学习 我们才有将来技术前进的可能性 我们有狭隘的民族感情 狭隘的民族主义会导致我们罗后的 所以我们在这一点是完全开放的态度 整个公司从上到下 二十多万员工 你听不见一句反美的口号 大家还是认真在学美国的东西 哪个好 哪一点好 我们学习 不至于这一点跟我们的感情有冲突 这个没关系 快手 看见每一种生活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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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